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民阵解散,大快人心 反中乱港,罪不可惜 香港最大的反对派组织民阵 于8月15日正式宣布解散 这是继反中乱港组织交协10日宣布解散后 反对派阵营的由一大溃散 然而在民阵宣布解散之时 仍然有人大放缺耻 声称这些严重伤害了香港法治 其态度恶劣、欺严固 充分曝露其反中乱港的丑恶心态 和名幻不灵的恶劣本性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 民阵是一个未经注册的切头切尾的非法组织 多年来,他纽结各路反中乱港势力 和乱香港,劣迟斑斑,罪业深重 其解散声明自许的功劳保 正是不打自招的罪行录 民阵不单为违反国安法条例 还是非法占中反修例运动的直接策获和指挥石 在港独、黑暴、揽炒等反中乱港活动 和修例风波升级变质为严重暴乱活动的主要退守 今年3月,传出民阵涉嫌违反国安法被调查后 反对派组织开始不断宣告与民阵割席 避免受到牵连 介工、民协、公民党、民主党等 在香港影响大的反对派团体和组织,先后退出 而民阵召开最后一次会议时 只剩下8个团体成员 预示着这个组织是奄奄日式中宣告解散 民阵宣告解散的囂章企业显然是庄康作势 入面如此畏惧国安法而关张封门 入面又是作鸟修山前 从玩风里说几句硬说话充好看 怂恿他人美怕 这就是民阵为宴让很多人都感受到滑稽的样子 想还一出金蟬脱脱的把戏逃脱法律的罪责 真是痴心妄想百日做妄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强调 除恶必无准 民阵等反中乱案组织虽然解散了 但其唯独仍需持续清除 只有依法追究这些反中乱案组织的法律责任 依法严情其手握和骨骼分子 毫不手远感 铲除毒漏、岳瘡、清理和根、窩远 先能使香港重建发泄秩序 重回发展正轨 还香港一个风清气静的朗朗程空 重换香港昔日光彩 本集完 本集完